大家好,我是新华设计员薇永 那么我现在在美国纽约 在纽约的美斯切斯特县的新罗谢尔市呢 有一个区域是新冠肺炎病例集中爆发的区域 那么现在那里已经被划定为隔离区 我们现在就乘车前往现场去看一下 那么今天出门我也特意做了格外的访货 戴了这个N95的口罩和一次性的这个塑料手套 还有这个清洁液以及这个免洗的洗手间 目前这个区已经被划定为隔离区 我身后的这个教堂呢就是隔离区的中心 以这个为中心划定了一个1.6公里范围的隔离区 那么隔离区内所有的这个学校 还有宗教场所以及大型的活动场所呢 都已经关闭了 国民警卫队也派驻在这一区域帮助民众抗击疫情 比如说协助清洁公共设施和派发食物等等 那刚才呢我们一路走来 感受到了这个隔离区的这样一个氛围啊 大部分的这个民众的状态还是比较淡定的 不过路上的行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而且呢有部分的商场和超市呢也关闭了 对不起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